你们想不想听一个真正的秘密 怎么醉成这样了 我有一个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其实我 能看到鬼 能看到什么 鬼 鬼 鬼 我杀过人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很久以前 那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那里就有一个鬼 我曾经杀过人 交换这位 都知道 你怎么回事 我都想起来 你怎么回事 你这件事 你这件事 你怎么回事 我便回事 你好 你好 听说你跟晨晨干了一架呀 是我的错 都怪我不在 他们几个也太不懂事了 新人来也不知道 开个欢迎会啊 有新人来 要喝一杯联络感情才是 来 顺便问一下 你有哥哥吗 没有 最小的叔叔呢 几岁了 四十 你走开啊 看你长这样 我以为你只喝柠檬水呢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童姐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无所不知 以前住在这里的社友 为什么搬走了 可以告诉我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每次我一问起这个 大家好像总是会 多多严严的 好像有什么秘密 没什么了 她怀孕了 被家人领回去了 所以啊 以后防护措施 一定要保护啊 还有必要的 防护措施 这件事传出去不太好 咱们又是同一个学校的 所以啊 我们说好了 不跟任何人说 难怪她每次见到我 都会躲她 你该不会是以为我们 排吉他的下班走的吧 没有 你看 她刚才顿了一下 你就是这么想的 一定是她们几个 嘀嘀咕咕 眉连眼去的 让你误会了吧 来吧 让我们坦白起来 坦白什么啊 坦白心底的秘密 变得更加清静 来来来 干杯干杯干杯 叶童姐 两个圣诞节 怎么喝那么多呀 快过来坐 圣诞节 你怎么擦回来啊 还喝吗 喝 喝 喝 圣诞节我爱你 咪 圣诞节 现在是坦白秘密时间 你也来报个料吧 我也希望有时间 给自己制造一点秘密 你们都报料什么了 摇出来 付出一遍 你姐姐现在脚踏了三条船 稍微开了点眼角 晨诞节 以前体重达到过 六十三公斤 胖的 还有依童姐 相亲了八十八次 没有一次成功过 秘密有两种 可以说的和不能说的 我呢 初三的时候 第一次喝了酒 能在这样的场合下 坦白的秘密 是那种说出来也无所谓的 你们想不想听一个真正的秘密 怎么醉成这样了 我有一个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其实我 能看到鬼 能看到什么 鬼 鬼 鬼 我杀过人 真的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久很久以前 那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ドミャ 鬼 那里就有一个鬼 我曾经杀过人 是我害死了 有一个人 我也希望他能快点死掉 这些人 好奇怪 到底吃了多少卡路里了 我们吃吃吃 死了死了 你注定一辈子都赢不了了 你不睡吧 我太困了 我这个两千一百卡路里 我吃了五分之一 两千一块又是 算不出来 你说 掉进海里的是金牙刷 还是银牙刷 别闹了 快去牙膏给我 这些人 真的很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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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